Sony Sony 有一天我去郊野公園逛夜山 看到很多樹 首先有一條複青白環蛇 然後還有一條金腳帶 一條銀腳帶 還有一條網蛇 整整看見四條蛇 Rebecca, 你就好了 有一晚我去找蛇, 行足整晚 只看見半條蛇 雪一聲進入草叢, 只看見蛇尾 你這麼慘? 那是甚麼蛇? 有一條青色的蛇 即是青蛇? 沒錯, 青蛇 就是我們今集要看的 青蛇 雨後, 很多幽人出來活動 翠青蛇是香港其中一種綠色的蛇類 翠綠的顏色有利它完全敢融入環境 它是典型的日行性蛇類 擁有非常好的視覺和嗅覺 翠青蛇是屬於武毒的 但是綠色的身體令它經常被誤認為是青竹蛇 其實牠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圓形的頭部 大大的眼睛 頭頂大塊的鱗片 還有尾部是綠色的 加上翠青蛇是日行星 而青竹蛇是日行星 大雨後, 翠青蛇沉沉沉默默 到底牠在找什麼呢? 幽人是翠青蛇最主要的食物 每逢大雨過後 翠青蛇會顯得非常活躍 四處遊蕩 希望尋找食物 當牠找到優忍之後 首先要牢牢地咬緊優忍 並且跟牠進行一場不可的耐力賽 當捉到優忍之後 牠會運用口腔內的肌肉和牙齒 左右地帶動獵物 將牠們帶到口內 在蛇類的下額有一個氣孔 當牠們進食的時候 會打開氣孔 令牠們能夠保持呼吸 蛇類是要透過脫皮 才令身體成長 由於牠們脫皮的時候 相對比較脆弱 隨著身體慢慢地變成深色 眼睛會逐漸變蒙 視力也會變差 因此牠們會找一個安全的環境 和濕度適合的地方進行脫皮 經歷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脫皮 青蛇逐漸成長 進入夜 在另一處是另一種綠色的蛇類 青竹蛇是香港最常見的有毒蛇類 青竹蛇是樹枕性的蛇類 很多時會見到牠們在樹與樹之間游走 另外青竹蛇綠色的身體成為有效的保護色 幫助牠們覓食 亦都有助牠們可以躲避天敵 青竹蛇的頭呈現三角形 另外有一條橙殼色的尾巴 牠們主要是夜行性的 由於牠們的主要食物 是蛙類等等的脊椎動物 所以面部有一對狹窝 位於眼和鼻孔之間 功能主要是去接收小型動物的熱影像 牠們口腔前方有一對管狀毒牙 當牠們捉到獵物 就可以直接將毒液注入獵物體內 這隻被咬住的蛙叫瘟塞蝦 牠被青竹蛇捉到實 即使拼命掙扎 亦似乎徒勞無功 青竹蛇亦都會用牠們的毒牙 幫助牠們吞煙 並且慢慢抬高身體 來將獵物推落胃部 不過無論有毒無毒 青蛇在大自然擔當著捕獵者的角色 控制獵物的數量 保持生態平衡 所以無論我們看到哪種青蛇 都不應該主動傷害牠們 原來香港綠色的蛇有兩種 一種是翠青蛇, 一種是青竹蛇 翠青蛇是沒有毒的 而青竹蛇是有毒的 真的不看片段都不知道 是的, 接下來我們會看兩種 很像樣的蛇 分別是福清白環蛇和銀腳帶 看看大家有否懂得分 不如去片段吧 在濕熱的晚上 蜘蛛、碧虎、青蛙、香港果園、蛇類 紛紛出來活動和覓食 而在路邊 有一種身上帶著境界式的生物 正緩緩活動 這種像巴馬線一樣的生物 在森林的底層緩緩穿梭 牠們有著黑白相隔的顏色 非常鮮明 亦非常注目 牠就是銀幻蛇 又名銀腳帶 披著一身這麼鮮明的顏色 完全不怕被發現 因為銀幻蛇是一種劇毒的蛇類 牠的單位毒性 可能是全香港六七毒蛇裡面最強的 身上黑白色的花紋正是境界式 告訴其他獵食者聽 我有毒, 不要走那麼近 所以牠可以大搖大擺地 穿梭在森林和開闊的低地之間 因為對其他動物來說 境界式是一種危險的訊號 在郊野看到牠 最好敬而遠之 你不犯牠, 保持社交距離 其實又是相安無事的 牠們的水性非常之好 攀爬能力也非常之強 一條銀幻蛇幽蛇 在水渠裡面不斷地翻動枯葉 希望找到獵物 而在另一邊 出現一種擁有鋒利武器的獵食者 獵蓮螞蟻 這兩種強大的獵食者 到底相遇會發生甚麼事呢 即使俠路相逢 牠們竟然當對方是透明 牠在水渠邊緣發現了一條蟻蛇 牠緊緊地咬住蟻蛇 歐蟻蛇是香港最小的蛇類 雖然這條歐蟻蛇 大概只有一枝牙籤那麼小 身為機會主義者的牠 絕對不會放過每一次機會 將蟻蛇一口一口吞下肚 而在這片森林的另一邊 有另一種跟牠外表生得非常相似的蛇類 腹青白橫蛇 腹青白橫蛇是一種武毒蛇類 但是由於牠們的體色 跟有毒的銀橫蛇非常相似 令到潛在的掠食者不敢靠近 這種情況 生物學上稱之為貝氏以太 疑似是一些無毒的生物 模仿另一種有毒 或者生存上較成功的生物 牠們看上去真的非常相似 但也有跡可尋 可以在身體結構上 找到一些細微的差別 銀橫蛇身體上的橫紋 間距比較齊整 由頭之尾的間距比較平均 而腹青白橫蛇的間紋 越去到尾部 白色部分就相對密集 並且有些梅花點狀的斑紋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就是銀橫蛇的背部 最中間的鱗片 比一般的鱗片大 而腹青白橫蛇的鱗片 則分佈平均 而牠們兩隻的眼睛 亦都有分別 銀橫蛇的眼睛是偏黑色的 而銅孔就是圓形 腹青白橫蛇牠們的眼睛是銀色的 而銅孔就是垂直 你認為腹青白橫蛇是三板衝炮艇 還是無料扮四條 耳態都是牠的生存之道 看完片才知道 原來蛇和蛇之間會互相模仿形態 大蛇還要吃小蛇 不過看完這麼多片 還是會對蛇有很多疑問 有問題?不要緊的 待會回來我們有今集嘉賓李永濠先生 香港最年輕、靚底的蛇王 和我們一起解開有關蛇的謎題 我們稍後回來吧 歡迎回來大自然續樣解 我們請來香港最年輕的 登記蛇王李永濠先生 Ken 大家好 和我們分享一下 關於香港蛇類的生態 是 Ken, 你是蛇王 你看到蛇當然不怕 但我想一般的朋友看到蛇 第一個反應都可能 嘩蛇 可能會很害怕 其實你覺得為何會有這種反應 我覺得這可能是源自牠們的天性 舉個例子 之前可能在猫生 一些靈長類動物猫 當牠們看到一條水族蛇游過的時候 一隻算是放哨的猫 他很驚慌地去放哨 告訴其他猫 有蛇 這些猫就散開了 但當時我也沒有辦法 告訴猫猫 沒有毒 除了蛇是沒有毒 但其實他純粹看到蛇有過 有蛇 這樣說 是的 可能是我們的本性 是本性 因為有些種類的蛇是有毒 所以可能天性告訴我們 這些蛇可能是有危險的 所以令到很多時候 人看到蛇 第一個反應就是會害怕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會很關心 一個問題就是 我怎樣知道這條蛇有沒有毒 就好像我們看到 例如青蛇有兩種 一種是有毒的 一種是沒有毒的 有毒就是青竹蛇 沒有毒就是取青 怎樣一看 就知道牠有沒有毒 有很多時候有些人說 有些蛇可能頭有三角形 有圓形 哪些是有毒 哪些是沒有毒 其實我覺得是不準的 這件事 因為其實很多蛇的頭有圓形 例如眼鏡蛇 銀腳帶 金腳帶 甚至乎眼鏡黃蛇 這些全部都是圓形頭 但牠是沒有毒的 是的 有一些蛇可能是三角形頭 好像是網蛇 紫沙蛇 甚至乎繁花林蛇 這些 其實牠們都是一些未毒 或者沒有毒的蛇 怎樣去從牠們的活動方式 或者生態雜誠去判斷牠有沒有毒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去看 其實一般靠近牠比較不動的 有時候可能有機會是毒蛇 如果看到 拍照 然後可能上網查一下 或者可能一些相關網站可以對一下 這樣就可以比較容易快速分辨到 哪些蛇是有毒 哪些蛇是沒有毒 不論其實有毒還是沒有毒 蛇其實在這個生態上面 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例如牠們可以控制老鼠的數量 牠們同時也是一些猛禽 例如鷹、貓頭鷹的食物 就算有毒沒有毒 都希望大家放寬心去對這些動物 雖然看到會害怕 但是盡量不要嘗試去攻擊 或者去撲殺牠們 那些蛇好像剛才吹青和青竹蛇 為何會這麼相似 因為在蛇的世界上 有些牠們懂得扮演 對,怎樣扮演 就是例如一些沒有毒的蛇 會扮演一些有毒的蛇 我們稱為貝氏儀態 很簡單,無料扮演四條 用來做甚麼呢 就是嚇一些牠的捕食者 你不要害我,我有毒 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吃我 近年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有一種我們叫紫沙蛇的蛇 牠是一種微毒的蛇 平時的瞳孔是偏向圓形 或者橢圓形 當牠受驚 或者覺得有捕食者出現的時候 牠的瞳孔會變得垂直 就變得好像一些 輻射科的毒蛇 所以有可能牠這個行為 或者這個機制 都是一種異態的方式 即是臨時把眼睛變成直行孔 變形,變身 對,馬上變得變 牠這個比較聰明 不用想整個樣子變 對 我看到一條紫沙蛇 牠捉了一隻石龍子 銅燕亭來吃 銅燕亭就這麼大條度 紫沙蛇就這麼長 那時候我剛開始看生態 大學一年級 那些考察在不同寨裡見到 很開心,很興奮 你看到蛇已經很幸運 而且看到牠捕食 更加幸運 所以很開心 看見到蛇捕獵真的很難得 其實香港有幾種蛇 還有牠當中大部分都有毒 香港其實有52種蛇 當中大概有16種稱之為有毒 那16種裡面有一部分是微毒的蛇 那什麼叫微毒呢 就是可能當牠們的毒液 或者毒的含量 可能只是足夠殺死牠們的獵物 當對人這麼大的動物來說 可能牠只會令人紅腫 甚至也有機會敏感 當然,但其實就不會致命 你有沒有被蛇咬? 也有 偶爾…可能當處理這些蛇發現個案 就會召我到場去捉 有時候也會被蛇咬到 當沒有毒的蛇 其實有時候咬到就少不免 那些會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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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都是損下流血 但是有毒的 我們就會準備一些工具 去幫助我們 安全地去成功捕捉這些蛇類 我知道Cat你今天帶來 可不可以幫你看看 你平時的工具有什麼 這是一個捉蛇專用的手套 對,你可以看看 很厲害 對,牠就有… 很硬皮 先試一下 對,你適合大人 對… 可以做的 我可以 先跟師傅學習 蛇旺,怎樣做呢? 戴上手套 戴上手套 其實牠會有很多層 另外,牠會有一些圓點在上面 這些圓點會令你不容易滑受 因為蛇很滑 因為蛇很滑 很滑的 這個摺痕有什麼用呢? 當我們捉蛇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用虎口捉 然後通常蛇反咬 都是會咬這個位置 例如一些比較毒牙 比較長的蛇 這些摺痕其實有一定的心動 是 當你捉牠的時候 牠咬下來 牠就會把牠的毒牙拋起了 那就沒那麼容易被牠咬到 另外,這裡也會有一支 隨身帶著的蛇鉤 蛇鉤是怎樣用的呢? 一些爬樹的蛇類 例如一些青竹蛇 紫沙蛇 或者一些繁花林蛇 牠們在樹 或者掛在很高的地方的時候 你用手捉 其實牠們會嘗試去走 但如果你找牠們 牠們好像爬了一條樹枝 那樣 牠們就會很自然地 安定一點 相對於做 另外就是 很多時候是一些很狹窄的空間 例如雪櫃底、洗衣機底、爐頭底 就可以慢慢拉出來 所以捉到就放進這個袋裡 捉到之後 我們就會放進這個蛇袋 蛇袋有甚麼特別呢? 很大一個 對,因為… 是不是很厚? 對,你可以看一下 真的很大一個 可以扯住那個人 對 然後打開 對,因為香港… 大網蛇也適合你 很多痕跡 對,因為香港有一些比較大型的蛇類 例如網蛇 好像今年… 今年有捉過一個… 我算是一個紀錄 即是我自己的紀錄 就是4米5的網蛇 大概有… 4米5嗎? 大概有這麼粗 對,所以這個袋 其實也不能進去 直接放進去 剛剛好進去 但就綁不下去 對,那條很厲害 對,那條蛇唯有… 放進籠裡嗎? 對,唯有放進籠裡 聽起來好像籠 反而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因為呢? 為甚麼要用袋呢? 因為蛇比較喜歡一些狹窄的空間 當你放進一個箱裡 牠會不斷地嘗試去逃走 或者去… 頂開一些蓋子 所以我們會選擇用袋 用袋 對牠們來說 牠們會比較安靜 另外這個袋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牠的角落頭 是 牠的角落頭是扯了線 是 那扯了線有甚麼用呢? 當我們捉完蛇 送去郊道理農場之後 是 負責處理蛇的人 那牠要倒一條蛇出來 有些毒蛇 像青竹蛇 其實牠們的毒牙 是有差不多1厘米 是會過了一個袋子的 拿這個角 就不會有機會被蛇咬到 Kenna,其實介紹完工具 我也想多說一些有趣的蛇 我之前聽說 有一隻叫做蠻蛇的東西 是,蠻蛇可以說是 全世界最小的一種蛇 那牠的東西叫蠻蛇 為甚麼是蠻呢? 因為牠長期越居的關係 牠們不需要太見光 所以牠們為了保護眼睛 眼睛就會生在鱗片的覆蓋下面 其實牠們的視力可能只是用於感光 即是在泥裡轉,轉了上地面 這個光的就轉回去 其實外形是否有點像蠻蛇人 是,外形是很像蠻蛇人 那怎樣把牠和蠻蛇人分類 都是要仔細觀察的 觀察大自然 牠們其實是有鱗片 而且你再仔細看 其實牠有兩個眼點在頭上 另外牠們會像一般蛇 我們叫吐順 就是牠會伸你 雙腿一樣是開叉的 如果我們在行山的時候看到蛇 其實最應該要怎樣做呢 最好的做法就是擾道而行 有時候譬如行山 牠在路上躺在那裡 或者是牠是路過的 既然你都可以來行山 給一點點耐性等牠過 如果牠是不動的 看看可不可以走過一點 距離大概一米或者兩米去繞過牠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 可能會拿著棍子去行山 當看到蛇的時候 牠們就會打 或者拿石頭去扔牠 其實這個做法 在香港也挺常見 所以其實希望在這裡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如果行山看到蛇 其實牠們都是住在那裡 就不應該去傷害牠們 是 沒錯 所以很感謝Ken 下個禮拜 如果大家想更多認識 關於蛇的行為和生態 記得留意我們大戰祝養解 下星期見 再見 拜拜 跟我們一起學習 在我身上 我們可以看